那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如果說法際這個地方 成為這樣子圓形的 很圓的 像這種人大部分他其實他是 不會說很中庸 不會說太男性化 也不會說很理性化 他本來對男女之間的事情 他很提得起也很放得下 所以他認為說我很獨立 我不用靠男生 而且他也不希望靠男生 反正就是什麼事情 都是我自己的主義非常的重 所以他就是其實 也不想靠男生來生活 但是這種人在古時候來講 就是屬於我們所謂的孤寡命 因為沒有人可以靠 因為他認為說 男生他不一定需要靠男生 但是以現在來講 其實他是自由自在 很逍遙的 所以是很OK的 時代不一樣 他以前的時代 孤寡命是很差的 很差 現在女人能夠獨立自己 自己能夠享受 每天SPA 喝茶這樣 對啊 每天 每天自由 對 去唱唱歌都沒有問題 找找朋友唱唱歌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以前來講 稱為孤寡命 但是現在來講 應該稱為那個叫 女強人 舒服族 舒... 舒服族 老師 舒服族吧 舒服族 也是哪一組 舒服族 喝咖啡做時代 跳舞 還有那個 跳舞老師幫你攪拌拌 好舒服 對 就是很棒 對 來 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講說眉毛比較稀薄 就是有頭無尾 就是比較白 比較短的 大部分來講說 眉毛比較酥的人 這種人想要找一個好的男人 會比較困難 就是比較說 沒有那種能夠去呵護你一輩子的男人 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你眉毛比較短的人 其實兄弟姊妹的情分也比較弱 你想要靠 就是家人來幫助你都比較不可能 所以如果說這兩樣 就是又是稀 又是很短的話 那就可能 你一定要自己要注意 一定要自己過生活比較快 那也蠻多 長的話就是說兄弟姊妹 他就是跟你的那個幫襯度 可能會比較好 連結度會比較好 那眉毛多的話就是說 在感情方面都會不錯 不錯 那這個不準 我眉毛多也沒有感情不錯 不看你眉毛 可是我的眉毛就很多 我是每天都要把 比較稀 你前面的話可能就是比較稀 前面是 對 這個就很不錯 真的蠻很標準的 簡哥 對 所以說大部分 像這樣子的眉毛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自己去養成一道 自己賺錢養自己這種本靈 要不然真的是會很辛苦 對 那再來就是下巴比較尖的人 對 這種我們稱為比較靈性的 比較說很 就是人家講說 那個叫那個瓜子臉 其實應該講是很漂亮 但是這種人大部分 他就自我的那個主意相當的強 他很喜歡表現自己 對 延伸下來 我有喔 對 有一點 我有喔 有一點 現在女生大部分很多都是會 瘦的都會有一點 那這種人比較容易有婆媳的問題 因為你有時候 就是你跟婆婆的那個相處 你會覺得說 我自己的想我 我要怎麼做怎麼做 古時候人家講說 如果說你婆婆不愛你的話 那你也是屬於那個薄命 所以說瓜子臉 人家講紅顏薄命 就是會有這種現象 不過講到說 其實不過就是說 你自己不管做人 或者你做太太 或者你做媳婦 都太不輕鬆了 你都覺得你太戰戰兢兢了 所以你很羨慕 李宜君跟簡哥的生活模式 你最喜歡聽李宜君罵簡哥這樣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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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罵簡哥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種幸福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基本的你要死啦 就是最基本的 因為你知道嗎 簡哥有很多事情他會重複 會重複問 會重複問 評論什麼 其實就是他剛剛講的 唠叨的意思 我就直接幫他講 被撈到什麼 我的維他命呢還是什麼 對 這個時候他可能會說 維他命放哪兒 大家過一下 妳說維他命放哪兒 妳剛剛說 維他命在第二個抽屜上 妳說第二個上 這個時候 他會回什麼話 王聯國 簡哥的噴 因為他已經第一次 在哪兒 第二次 我剛剛說了在哪兒 第三次 王聯國出來了 可是很奇怪 每當你這樣子玩的時候 他就一定記住了 所以妳很大聲的罵他嗎 我也不是很大聲 但是我要很大聲的告知他 這個東西是放在哪裡 很奇怪 他本來都記不住 妳不管小聲跟他講幾次 他都記不住 當妳一大聲以後 他就全部都開個笑 講起來了 可是妳知道嗎 簡哥可愛的地方 不會因為他大聲講話 就是說妳說什麼 不會 他就去哪兒了 他有受住了 他有時候 你知道嗎 然後他有的時候 自己都覺得很好 他是重聽嗎 不是 我覺得他可能是 可能也許是事情多 對 看一下子分心 看一下子忘記 然後有的時候 我這樣子的時候 他自己還覺得很好笑 對 他自己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跟我講那麼多次 我真的忘記 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他就 我本來不知道簡哥姓王 後來就知道他那個另外性 因為 不過他真的是很有趣 很可愛 你知道簡哥動作很慢 對 妳所謂的動作慢到 讓人家要撩狗是怎樣 我倒有一些人是很討厭 就是妳是 真的是懶鱘上末屎 就像今天早上好 大家都要急的時候 他忽然他又要大便 又要幹嘛 又要什麼這種 他倒不是這樣子 但是他是那種 就是真的很慢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能跟他個性有關係 他什麼就是 隨遇而安 然後慢吞吞 譬如說我今天早上八點 就叫他起床 他要帶我女兒去上一個課 然後你知道他從起床到下樓 吃早餐已經八點四十 已經八點四十 對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然後我覺得跟我女兒講說 妹妹妳上樓去跟爸爸講 快來不及了 因為還好我覺得我現在有一個女兒 這個他變成我們溝通的窍人 有很多事我叫他去講 我就不必要跟他就是 可能在也會有語言上的爭執 那這樣子反而我們可以很愉快的相處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早上起床要花四十分鐘 他才能下樓 快 他下來的時候 假設房都裝好了嗎 沒有 下來的時候就是 撒膠擦好了有沒有 對 都都好了 他在設定自己 那OK啦 然後就是衣服穿得這樣子 漂漂亮亮 問題妳只是送女兒去 去上課妳又不下車 妳只是開車把他這樣 他就上課 你幹嘛設定你自己 對 如果你今天要去一個重要廠 我沒話講 因為我們確實要整理自己 妳只是開車到那時候 好 妹妹到了 下車 然後我女兒就上去 他就再開回來了 那幹嘛要擦髮膠 對不對 對 所以妳要找到可以跟他 妳與其叫他送孩子 還不如妳自己送 這個事情還簡單一點 妳都那麼早起來了 還不如妳自己送 就是啊 真的 然後可是他每次都說 沒關係 我送就好 對… 姐妹都不能送他 對啊 他就說他去送就好 對 可是他又愛做我什麼辦法呢 你看這句話講得我們心都痠了 對 他就這樣 找到一個幸福的平衡點 對 來 維安老師 我們來幫大家做一個塔羅的沾鼓 來沾未來一個月 誰能夠給我幸福 對 1 2 3 4 5沒有提示 看看到底是誰給妳幸福 不一定是感情 可能也是工作或錢財上的 好 直覺 1 2 3 4 5沒有提示 媽姐 哪一個 浮出來 2 好的 怡君姐 3號 3號 好 周老師 5號 周老師 1號 都有人選喔 5號 4號好了 好 我要3號 3號 好